這一段友誼情感滿滿的 都是滿滿的 沒有拿捏好這個好朋友的分寸 到現在為止都還是好朋友 就是還是很好的朋友 給予擁抱鼓勵都是有的 首先一定要先跟身邊最愛的老婆 還有小朋友 還有我的家人 說聲不好意思 說聲對不起 說聲道歉 其實很簡單的 一直以來這一段友誼情感 滿滿的都是滿滿的 都是滿滿的 那自己沒有拿捏好這個好朋友的分寸 好朋友的分寸 所以造成今天這個樣子 然後跟家人老婆說聲抱歉 其實一直以來就是 到現在為止都還是好朋友 就是還是很好的朋友 這一陣子可能就是一直蠻密切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蠻密切的 對 那彼此心情不好 給予擁抱鼓勵都是有的 擁抱鼓勵都是有的 沒有拿捏好這個分寸 到現在為止我剛還是強調著 我們依然保持著好朋友的一個狀態 那有時候互相彼此的這個失落 互相擁抱鼓勵都是會有的 但自己沒有拿捏好這樣 友誼喔 覺得友誼應該是 友誼不會結束 友誼一直在啊 超過友誼那部分要結束 而且我常常跟他講 如果在工作範圍裡面 如果帶入情感的話 會影響到工作 我不曉得他什麼時候要跟拍啊 那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啊 然後 我拿個東西過去給他這樣 然後他就是 對啊 心情低落這樣 那條線沒有拿捏好 真的很不好意思 聽到這個消息會很驚訝嗎 這驚訝應該也沒有我的驚訝吧 不管怎麼樣 就是發生的事情 本來就是該負責 那只是 也沒有什麼好壞的問題 那就是幻覺的結果 我現在心裡的感受啊 就是 不管是好還是壞 那就是答案 那出來什麼結果 那我們就是什麼結果 當然去跟法官請求 就是真的是 不好意思 是不是希望 可以給我一次機會改過的事情 這次都會講 這次都很正常 都會講到 但是重點是 真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還是要去付錢 有些人可能想像說 啊 逃避者或是拿錢鳥事 沒有 我也沒什麼錢 我也沒有什麼東西 好的後台可以逃避 那就是來了 我能做的 盡量 不要浪費社會的資源 然後盡量去彌補 然後我們就盡量做 那判決怎麼 該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今天那個藝人阿翔啊 被發 被爆出說 跟那個謝忻 在路上接吻這個事情 那你自己看 你跟阿翔熊嗎 我是 兩位藝人 我是都沒有很熟悉 因為就剛好工作上 還沒有真的遇到 但是我 當然是認識他們 對啊 聽到這個消息會很驚訝嗎 剛好不是 蛤 錯錯 再驚訝應該也沒有我的驚訝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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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